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今天呢再给大家讲一个题材 这个题材就是云计算啊 今天顺便把云计算的产业链和相关的一些个股给大家梳理一下 首先呢我们看一下今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件驱动啊 什么样的事件驱动呢 就是说今天看到一个消息 当然这个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靠谱的一个统计啊 就说目前呢尤其是今年啊 我们国内的这个云计算的这个市场的增数 是相当于全球市场的四倍啊 那么什么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有一千个亿的市场 那么全球市场啊 那么今年只增长250亿啊 那么就是这样的一个差距啊 这个差距非常大的 那首先呢是我们国家呀 目前呢这个云计算的建设这一块啊 应该处于高速增长阶段 作为新基建七大板块之一的啊 这一个云计算 是国家呢确实是下了巨大的一个投资啊 在里边 那据统计呢就去年呢 我们国内的这个云计算的增数呢 是超过了50% 远超全球市场的13.1%啊 所以说这个呃 目前我这个我们国家这个这个云计算啊 整个的市场规模也好 还是从市场呃 这个这个增数也好 都是远远的啊 处于世界前列 呃当前呢 我们国家的云计算已经从那种呃 早期的那种摸索和探索的阶段呢 已经走向一个比较成熟的啊 这么一个呃 发展的这个这个阶段啊 所以说呢 现在啊 就是凡事啊 跟云计算相关的一些上市公司啊 将面临着比较大的一些投资机会 那么这张图表呢 实际上就是关于啊 云计算的一个这么一个 大概的一个拓扑图啊 这个图呢 实际上中心就是云计算的一个节点 当然这些云计算 大家总说云啊 什么叫云呢 云说白了 就是把你把所有的啊 我们这些用户 不管是个人家庭单位啊 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些企事业单位啊 等等呃 产生的一些大量的数据 给他存到啊 一个比较规模非常庞大的一个数据中心 当然这个数据中心 不仅给你提供这些数据资源 还给你提供存储空间 因为我们作为普通家庭来讲啊 我们现在跟我们个人产生的数据就非常多 比如说我们拍的小视频 比如说啊 你生活当中的一些片段啊 一些剪辑 那你随着这个这个数量的增多啊 你发现你家的硬盘呢 逐渐逐渐不够用了 那我要自己买硬盘呢 我还得什么 还得花钱啊 然后我我还得什么 还有这个数量还受限制的 比如买了500个G的硬盘 用了不到半年我就存满了 我们我不能说啊 每每积累一点数据 比如说像视频啊 呃像一些其他的东西 我就我就一定要啊 存在自己的硬盘里面 为了省钱 我可以完全可以 可以存在这个云空间里面 大家都在使用手机啊 手机里面你发现 像现在像百度云 是吧 像华为云 阿里云啊 这个他往往就给你什么呢 给你提供一个空间 比如说我手机上呢 内存仅仅是20个G 但是20个G很在很快就用满了 你如果是租用云空间的话 给你最大的时候 可以给你好几个T 相当于啊 几千个G的这个存储的容量 那么这个存储空间到哪里去找呢 就是到云里边啊 这个云 这个数据里边 数据中心啊 这简称叫云吧 我们就把它叫云啊 叫叫云存储当中 给你提供啊 这样一个空间 现在手机上呢 用的已经非常普遍了啊 那关于云计算呢 简单的就给大家说到这 现在接下来呢 给大家看一下啊 这个云计算 这个产业链 到底是什么样一个情况 呃 这张图表呢 也是采用的第三方的一个图表啊 这么一个图像图形啊 给大家看一下 那云计算实际上当前呢 是一个大的一个生态环境 当然这个生态环境呢 呃 它是由几个环节来组成 第一个环节呢 就是讲的叫系统用为商 用为呢 就是用行和维护啊 那么系统用为商这一块呢 它主要是干什么的呢 就是用于啊 云计算的服务服务当中的 用行和维护 以及托管啊 那么这些呃 商家有谁呢 呃 在我们A股上市公司来讲呢 一共是这几家 一个是华盛天成啊 大家都记一下啊 我们A股当中呢 做云计算 用行和维护的厂商啊 第一家叫华盛天成啊 华盛天成 华盛天成啊 然后有谁呢 还有东软集团啊 东软集团 然后彭博士啊 彭博士他也提供宽带服务啊 大家都知道的啊 呃 一般你用宽带上网的话 你都都会了解彭博士啊 当然还有其他的那没有上市的也有啊 还有网速科技 浪潮软件 神舟太阅 易扬信通 然后神舟数码啊 他简称神码啊 那么 然后还有一个呃 这么一个一类型的厂商叫什么 叫呃 永计算的系统集成商 那系统集成商是干嘛的呢 他就是帮助用户搭建用平台 那这里面涉及到多家上市公司 其中呢 也涵盖了我刚才讲的那几家 比如说华盛天城 东软集团浪潮软件啊 然后呢 像这个呃 易扬信通啊 然后神舟数码 当然这里面呢 还有什么 还有宝性软件啊 额外的还有宝性软件 然后中软 中软呃 中国软件啊 中国软件简称中软 等等啊 等等 就这些啊 那么其他的基本上就是呃 没在A股上市的啊 这里边也有 当然重点的是我们是要梳理A股上市公司啊 在这些呃具体的这些呃 服务商里边啊 A股上市公司有哪些 大家一定要牢记啊 那么还有一条呢 还有一个叫什么 叫应用服务提供商 应用服务提供商是干嘛的呢 他是用来提供这个云计算的应用的啊 那么这些应用到底是要呃 干什么啊 比如说我我才呃 比如说是这这个这个一些数据管理啊 比如说呃 财务的一些核算啊 比如说像其他一些很多方面一些应用软件啊 就你工作当中啊 包括你的企业啊 用的一些软件啊 这个软件呢 往往是说我自己要呃 要要呢 用的话往往是采去购买啊 购买一套软件 然后装在我单位的电脑里边 但现在不用了啊 现在这个软件呢 直接在云端取拿来用就可以了啊 你租用就可以了 每年交交一些租金啊 那么这里面 比如说我们A股上市公司的呃 谁来提供呢 用有网络啊 用有网络是专业的财务软件提供商啊 这是用有软件 焦点科技 然后生意宝啊 生意宝用来记账的啊 这个记账系统 记账软件 生意宝 那么他也是 包括经叠国际啊 经叠国际 他在香港上市了 那么A股当中呢 重点就三家啊 拥有网络焦点科技和生意宝啊 这是作为 用计算的应用提供商啊 然后接着呢 我们看到 还有一类型的这个服务商 他叫什么呢 叫软硬件平台提供商 他主要干嘛的呢 是用来提供 用计算平台的 那这里边呢 有我们A股上市公司呢 有浪潮信息 中国软件啊 然后有方正科技 主要是这三家啊 A股上市公司 当然联想呢 是在这个境外上市的啊 在这个我们就不提了啊 当然还有一些 其他的这个外资企业 我也不提了 就我重点是讲的 在A股上市的啊 那么还有一类型的 叫什么 叫永计算的用营商啊 永计算用营商是面向最终用户的 比如说我们这个手机端的一些用户啊 一些客户端 那么主要谁来呢 就是三大电信用营商啊 中国电信啊 中国移动 然后呢 中国联同啊 这就这集啊 A股上市公司当中呢 就是中国联同啊 然后是呢 谁呢 然后是中国移动啊 中国移动 重点是大家啊 这就是永计算的用营商 好了 今天呢 关于啊 永计算产业链和他与A股相关的上市公司呢 就跟大家梳理到这儿 希望大家呢 点赞收藏 转发 好 今天的这个分享 就到这儿 祝大家周末愉快